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阿萊媽媽 廚娘媽媽 我是媽媽 大家是不是很想念媽媽呢? 這幾天有點不舒服 所以遲了出片 最近天氣冷 又不太精神 就跟大家分享這個提神的熱飲香茅薑茶 材料真的很簡單 有入廚經驗的朋友應該一看就明白 我們有5枝香茅薑一隻 糖大約15克 即1湯匙左右 材料的份量大家可以參考畫面上 或者下面影片描述也有詳細的中英文材料清單 我們的字幕和中英文並茂 大家可以給家裡的姐姐看 我們照舊 首先用菜刀拍一拍香茅 然後將它每支切成三段 香茅現在很多時候在比較大型的菜單都買到 大約2至3元一支 就可以不需要特地出九龍城買 它們有很獨特的氣味和功效 特別可以去濕 改善頭痛偏頭痛 和舒緩一些不舒服的情緒 都很適合用來做熱飲的 又或者遲些夏天煮起它 雪凍喝也很清涼的 而薑呢 我們就洗乾淨 之後去皮和切片 去皮都有幾個方法 今天就跟大家示範用鐵匙巾 把匙巾貼上薑皮這樣刮就可以了 大家記得要把皮刮得乾淨一點 如果不是就很容易有苦味 薑可以抗發炎 還有薑辣素可以出進血液循環 加強免疫力 不過本身熱底的朋友就要注意份量了 刮好它之後我們就把它切片 切薄片就可以了 這個香茅薑茶真的超簡單 完全靈技巧 首先就把1L的水煮沸 1L就有4杯的份量了 水煮沸之後我們就加入薑片 用大火煮5分鐘 5分鐘後 煮沸了5分鐘之後 就可以加上香茅煮多10分鐘 如果大家喜歡辣一點的話 就首先可以用老薑 又或者在這個位置煮多5分鐘 讓薑更出味 我們就把香茅加進去 大家看看 香茅煮完10分鐘之後 就會大概是這樣的顏色和樣子 然後就可以加糖調到適合自己的甜度 這次就約了大約1湯匙的砂糖 這個比例就剛剛好可以平衡到不同材料的味道了 看看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多喝兩杯 鼻水也少一點 如果大家喜歡媽媽的影片 可以在留言留言給意見 喜歡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阿萊媽媽廚良媽媽這個頻道 想第一時間看到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右邊的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